猪食料也太大包了吧 熱情多得兩點不準啦 熬夠吃一個月了 最愛的肉乾果乾全都有 看起來就很腸的雞翅羹 又香又嫩 簡直跟KFZ的一樣樣 就連甜品也超好吃 最愛這個黃桃果撈了 黑獅子一樣大的蠟片 越吃越香真的好傷頭 耶打算去健身的姊妹在馬 先來備好這個雞肉 小王子家的雞胸肉 每個口味都很絕 雞肉鮮嫩多汁醃入味了超好吃 水果沙拉一起吃健康又滴滋 你們家裡會常備一箱一粒原生鈣牛奶嗎 營養又好喝烏烏買少 那應該再來兩箱 這次的金超食品九歲狂歡活動 滿99-88 吞了這麼多太花 算了 Cookie在營成你的酒 依然或是夢幻幻你現在幾點鐘 想感受你的呼吸 但沒有別的目的 正常大使的我刀子居然有點空 正常大使的我刀子居然有點空 在夢裡左右 夜光映出你的溫柔 我想牽著你的手 逃離整個星球 我們剝落的優秀 我在等你的出現 我想著實習 引力的定律 找到你想對你守在一起 我和你早已慢慢靠近 想和你去南京 想帶你看流星 奇怪我怎麼 張得救你 像這製兵 再營成你的酒 以然或是夢幻幻地 現在幾點鐘 想感受你的呼吸 但沒有別的目的 正常大使的我刀子居然有點空 帘給你馬克囚 盤點那些雙 11壁腿 便宜大碗的飽造零食 双十一过后 吃这些难道不比吃土墙 第一个一星星价的夹心海苔 再不拍我的吃完 十五块八四的 这不比超市一贯十几块钱 罐子比海苔还贵了那种划算 里面是芝麻夹心 咀嚼起来甜甜的 海苔加上芝麻的香越焦越上头 第二个古少君家的绿豆片 整整两斤才二十四块钱 饼盖上面有一些粗颗粒的白砂糖 找下去扎碰碎 咀嚼起来有一点点油油的 满口的绿豆香 虽然上面撒了白砂糖 但是不会很甜 是真的好吃 国产良心好活 第三个万万先被鞭脚了 这么一大袋 足够三斤才二十块钱 只是因为运输过程中碎了 所以被淘汰 价格就大大折扣 其实碎的都是很大块 完全不影响吃 这不比土墙 盘点那些冬日宅家必备 下午茶三箭桃 家人们 晒太阳时来一杯奶茶 再快乐小甜品 还要什么男朋友 这个是许玲家的一瓶蛋酥 又是一个用心做产品 用脚做包装的零食 看起来特别像小作坊出来的 但绝对惊艳到我了 鸡蛋卷还好吃 酥酥脆脆的 蛋香特浓郁 堪比刚出炉的蛋糕 那种香飘实力的那种感觉 第二个果然混加了虎皮蛋糕 虎皮蛋糕这么好吃的东西 真的很难让人不爱吧 外面这层虎皮贼嫩 咬下去里面面包很软 酱给的也超足 好吃 不过话说回来 什么时候能出一款虎皮千层 最后一个是有才哥家的 泰山娃薄脆饼 两种口味 个人比较爱吃原味 是另外一种口味 中国那些不为人知的 地方特产美食 只要不停产 一吃一备 一个黄山烧饼 有没有安徽的同学 出来吧 你们家做的烧饼太全了 这是梅干菜猪肉馅的 咸香口感后又带一点甜 嚼着很香 超级超级酥脆 十块钱我买了两毛 香酥辣椒 也是十块钱 我第一次见 能把辣椒做成零食的 居然吃了还停不下来 辣椒算是炸出来的干辣椒 不会很辣 咸香酥脆 又能下饭又能下酒 和老干妈并肩的神级蘸料 单身蘸 这个蘸料我可以说 蘸鞋底子都好吃 云南人民太会吃辣椒 用它炒菜做酱料都很绝